面談的時候 從坐下來開始交談 通常你們會注意哪些細節 覺得你還沒有用這個人 他講話的一個態度誠懇 跟他的眼睛有沒有很專注 比較肯定的一個眼神 像我曾經有面試一個女生 她其實沒有非常多的相關經驗 她是從國外回來的 可是她在整個面試完 當然她講話也非常有條理 因為教員還不錯 在她離開的時候 她就用堅定的眼神 以及有力的握手 告訴你說 我非常渴望這個工作 這個人可以用 就是說至少她是一個 可以信任的一個員工 眼神真的是很容易 就是透露出很多訊息 對 沒有辦法說謊 我曾經有看過有人說謊 她的眼珠子是這樣 不停的這樣晃 一直跟我晃晃晃晃到電梯門口 他們會是癲癇的 所以就是真正的說 眼睛是不能說謊的 是 怎麼了嗎 你們說了什麼謊 好啦 我們今天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很多出考官面試的時候 問的問題在這邊 好嗎 比如說這個 首先第一個像自我介紹 第二個休閒事 第三 你缺乏經驗 如人生任這項工作 還有第四 你為什麼應徵我們公司的職務呢 或是第五 談一談在職場中 讓你的失敗成功的經驗 還有第六 談談你的缺點優點 第七 您在前一家公司的離職原因是什麼 這也滿常問的 第八 你欣賞討厭什麼樣的主管 第九 與主管一間不一樣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呢 還有第十 我們為什麼要錄用你 請問一下大家最怕這個面試官 問你哪一個問題呢 小新 你怕哪一個 就是在主管面前 談論你的優缺點 因為自己講很不好意思 要怎麼說 我優點是細心 缺點是體貼 扣除了優點缺點 剩下浪漫嗎 你不可能自己 你衝出來是什麼 你怎麼扯那麼多 上面的優缺點太尷尬了 扯 尷尬是不是 好 那玲玲呢 我好害怕 問我你討厭什麼樣的主管 因為我不瞭解他啊 就一講就講到他 那怎麼辦啊 因為什麼優缺點什麼的 我都講的是我自己沒關係 可是萬一講到別人就慘了 小胖 你是 我比較害怕的是第十個 就是他會問我們說 我們為什麼要錄用你 我被錄取了嗎 沒有 當他問的時候 我曾經被問過一次說 我們為什麼要用你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有點嚇到 我說那現在是怎樣 然後就我回答說 你現在怎樣 因為他講說我們會花 我準備東西在前面了嘛 他看都看過了 那我會覺得說他都看過了以後 為什麼要 不要放這個 塞德克巴來 因為他都看過我的履歷 然後我問的是什麼 然後當他講出來一句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會殺掉 M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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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漸漸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所以是怎樣 所以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 當我們到那個問題的時候 一般的面試人會破 因為通常這個問題 會擺在最後面 這個問題很重要 對 這個問題很重要 這個是你要告訴這家公司說 你對這個公司有什麼價值 或是加分 或有什麼樣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 可以給這個公司有 譬如說更高的一個業績 或是有什麼的優點 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我問賣金 他就會試一試 不要就算了 對 他會這樣 不要講那麼多幹什麼 對啊 其實如果什麼都不會的話 其實只要回答一句話 那個老闆就會用你 什麼 做我的最好 剛剛像長均所講的 如果說像剛剛第十題來講 如果可以的話 你的回答方式可能是 我可能不是你面試過的裡面 最優秀的 但我可以肯定 我會是最投入的 把這個堅定的態度拿出來 會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這是最後 你一定要去表達出的態度 我想要問就是兩位面試官 就是現在你們面試過這麼多人 年輕人最常犯錯是什麼 很會問一些很瞎的問題 比如說問我頭髮為什麼那麼少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敢啦 不敢啦 沒有 那是我太太問的 那就是 我太太面試我的時候問的問題 哥很久 那最主要是 我們遇到一些很瞎的問題 比如說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就已經開始在擔心了 比如說 以後我錄取之後 我什麼時候可以請假 真的 這種問題其實 還沒付出就要簽那個 對 那這種東西都是比較 比較白目的問題 要盡量避免 我也有碰過一個 是 就是家事背景非常好 然後爸爸的那個背景 也非常的一個雄厚 那感覺各方面 他的語言也非常的好 你感覺各方面 就要加分加分 你就要錄取他 我們也通知他說 你可以來上班 可是當我們收到 他有一封信的時候 我們就請他 就是你不用再來了 一樣 他也是一樣問一個 就是說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他先問你 他沒有來上班 他就問說 請問我到公司的 這方面的這個車資 公司要怎麼來補貼我 就是我要坐 我有時候可能會坐計程車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還要預先請假 來上班之前 他現在預先請假說 家裡有誰誰過生日這樣子 所以他還沒有來上班 他基本上就已經要求一大堆了 然後他捏分寸